你看喔 標誌的車 欸 幹 欸 幹 欸 媽的 趕快 欸 欸 這沒有焦嗎 好像真的沒有焦耶 可是為什麼沒有標 都沒有貼紙啊 啊 貼紙耶 這裡也沒標啊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上次一咕一咕 有沒有 咕到這一台 2012年的標誌 208 我們現在現場這台是 1.6的手字牌 四數手字牌 那基本上我觀察它的引擎 跟變速箱的數據 基本上跟207都是一樣的 那上次估車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簡單的 基本的介紹過了 那現在我們先忙直接二話不說 這台車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在這 它把這個元素齁 這次很多地方都用這個 不救的元素拔在這邊 那大燈只有這個 三顆LED其他都是乳素的燈 欸 它這一次終於喔 把車長變短 我覺得上次的207前一代 那個下巴凸出來 很像 你有沒有去扭蛋 那個厚斗動物系列 有有有有 每個厚道有沒有 對啊 我覺得207 側面看起來就很像厚道 而且207的車長也超過4米 在208的時候 終於恢復到3米96那樣子 軸距是2米5多 那搭配都是16吋的鋁圈 195516標準的 所以以後換也不用擔心會花太多錢 以前喔那個207 雖然開起來也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208 又更精進了 完全有回復到以前的那個 我們再開206啊 C2啊 當然還不至於到205那種感覺 我覺得已經有稍微再回來一點 比較像2系列了 所以開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車的燈我覺得很像 很像Yaris 有嗎 Focus 有點像Focus那一種 所以我們先出的 所以人家學他 誰學誰很清楚了 好不好 他整個就是一個很圓潤的一個 小肥絲的造型 你看連這裡都有 好像是一些細節都有做到 對他這一次喔 把細節做得很棒 比起前幾代的206啊 嗯 207啊 比以前幾代的都細節處理的 好 那再為大家介紹一下喔 當初他是這個二級環保 跟家裡冰箱貼的一樣 有人真 欸他這裡真的像寫欸 208 VTI Hatchback有沒有 1598cc A4 4D汽油 你看 測試值 平均油耗14.7 非市區是20 市區是10 真的 真的有測試嗎 我哪一張欸 欸可是他寫非市區欸 他非市區是在哪裡 非市區是 在空中 還是什麼 在鬧區 無人的地方 郊區 好他下面一樣喔 還有備胎 跟他的 水車工具 都附上 那東西保持還不錯 那一張保持還不錯 那一張保持還不錯 這個顏色齁 紫樓藍 啊 還是古銅 古銅吧 這是紫的嗎 我不知道啊 每個 我覺得 每個人對於顏色看起來的那個感覺都不太一樣 嗯 我覺得最容易搞混的 車子的上面最容易搞混 藍 藍綠色 對啊像這個 有人說紫樓藍 有人說古銅色 有人說香檳青 有人說玫瑰青 那行照什麼顏色啊 我沒有行照 我知道 我跟你講啦 那行照的顏色 也是人看出來的 我就講過一個故事嘛 之前有沒有 有一台一手車的AXIO AXIO有一種藍綠色 那一手車他已經開15年了 賣給我們 行照上面藍色 他從新車領到嘛 開了15年這個行照都是等級藍色 拿他車賣給我們 我們是不是要過戶 對啊 我們就開去 監禮站驗車 要過戶 監禮站人員看到說 欸 你這行照要變更顏色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這是綠色 我說沒有啊 車主從新車出來 就藍色到現在賣給我們 都是藍的啊 我們又沒有去考過 機改顏色 不然你不要過誤 我說他是綠色 你要變更 欸15年 他從第5年開始 每年驗車 他第10年開始 每半年要驗一次 他驗了幾次車 每個人都認為他是藍的 只有在第15年之後 我給你驗車 你這個監禮站人員 告訴我說這是綠的 然後他還叫我說 要去變更顏色 聊了吧 真的 好不好 以下開放留言 踏拔 我們不要踏拔 不要踏拔是不是 欸我很生氣啊 最近也有個新聞啊 檢舉達人去檢舉那個 銀橋國小什麼 上下課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 家長都出來抗議啊 要檢舉什麼人了 你不要違規啊 問你檢舉 那個檢舉達人有錯嗎 我是認為沒有 是沒有啦 我認為沒有啊 對不對 不是啊 你不是接送小孩最大嗎 對啊 你接送小孩就可以撞死了嗎 不行嘛 對不對 你接送小孩就可以他媽 阻擋交通嗎 不行嘛 對啊 不然你就是叫國小縣取消掉 大家都沒話講 或者你國小設計的 跟那個高級的飯店一樣 前面有個噴水池有沒有 有個 那家長都從那邊上進去有沒有 接完小朋友就走 繞出去 對啊 對不對 其實 關人家檢舉什麼事情 對的事情就是對的 對的事情就是錯的 對不對 對啊 好所以媽的 不要騎中間啦 啊不是 你 那前面呢 是我剛剛開車的位置 我現在上後座 幫大家分享一下 感覺比 西叉山 你坐這個車是這樣睡的 這樣 因為我頭剛好可以靠在西柱 還不錯 沒有啦 好小 而且很挺耶 好後面有ISOFIX 那我最討厭的 這個法國車跟義大利車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他媽的杯架有多懶 它這次算不錯了喔 它還有設計杯架給你 可是這個杯架的媽的 你看這個直徑 有扣小 然後這邊有一個免營器 跟這個USB的插頭 它這次配了一個標誌它自己系統的 藍牙主機 可是呢這個全部都是他媽的英文 它這個有電話簿 對 電話簿 它這是通話紀錄 Bluetooth 藍牙 反正我覺得這個媽的很爛 它好像聽說 這個XUSB進去有沒有 還可以讀照片 像你把我當偶像 你就可以把我放在你車上的桌布 反正這個就是我覺得 是一個 還蠻不人性化的一個東西 不人性 完全不人性啊 這還有人性嗎 都寫英文 不過我覺得它這一代208 你看看已經八年車了 它這個中控台的配色設計 我覺得還蠻有現代感的 這個鋼琴烤漆的邊框 跟整個這樣懸浮的設計 你這樣會覺得你的這個儀表 好像是懸浮的 而且啊 它的位置啊 你看我剛好透過方向盤 如果從我這個角度啊 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路況 跟螢幕了然的儀表 而且不會被方向盤擋住 有很多的儀表板設計 很好看沒有錯 可是當你的方向盤啊 稍微做調整的時候 像它這樣 它調到最高都還不會擋住 有些只要一條到一個角度 你會很多燈號跟時速什麼表 你都看不到 那法國的車一直都有的 因為法國人嘛 腳一定也是蠻長的 一定都是有123四項的調整 這個我也是最喜歡這種四項調整 可是你看喔 這很誇張喔 這邊看起來很怪 很突兀喔 你很少可以看到方向盤離儀表這麼遠 離中國才這麼遠 這真的很遠 真的很遠 跟一般車坐的比較不一樣 很貼心的是 連這邊都有化妝鏡的燈 通常駕駛座不是沒有化妝鏡 就是沒有燈 很奇怪 通常都只會設計在這邊而已 它這兩個都有給 還不錯 然後這邊都有一個這個 票卡夾 你看它這門把建成的烤漆 有沒有發現 它是建成的喔 下面是藍銀色的 慢慢的燻黑慢慢的燻黑 燻到上面 這樣很漂亮耶 這真的是細節喔 好不好 欸它都噴銅色的有人會怪它嗎 不會啊 對不對 對啊 它就是要這樣做 利無以患耶 蛤 蛤 它就是要這樣 對啊 那為什麼我車子不弄這樣 對不對 欸可以啊 噴得出來我再做一台 欸這個 針球台灣噴得出這種烤漆的好不好 我們來合作一下 試試看 找台車去噴的那種建成色 對 也不錯啊 好 看一下其他地方 欸我看它後門有沒有建成 喔後門 後門就沒有了 沒有了 你看喔像這種車啊 包括一些德國車 歐洲車 其實他們這種車都習慣性把西柱做得很粗 為什麼 呃 渾圓安全 所以你發現 為什麼現在像馬三五門賣得還不錯 嗯 其實你注意觀察馬三五門的西柱其實也做得很粗 你西柱如果做太細的話不會好 好看一下 啊對這次我們換了一些東西齁 我們有去國賀做了一個保養 跟電腦連接檢查 換了一些 剛剛我不知道換了什麼 換了什麼 好啦反正那個單子到會整理完 打開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很久沒有跟人家分享這個 車子保修的價格 嗯好不好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國賀那邊花了多少錢 他給大家做一個往後 買的時候保養的一個參考 哦 好眼睛看完了 蛤 這樣就看完了 啊這207啊 嗯 不是真的都跟207一樣啦 必強性 齁 大家看上方的連結 好啦試車 走 試車啊 9號回來 人家裡底盤緊緊的 之前鬆鬆的 我想要先測試一件事情 他官方公布的數據齁 平均油耗14點多 市區10點多 然後高速竟然是差寫合 20.4km L 每公升竟然可以跑20 在高速公路 我不相信 你不信 他的四速耶 你怎麼會相信一個四速的引擎 一公升可以跑到 高速可以開到20 我不太想 可能 他車輕啊 喔 講到車輕齁 他這一代的車的重量齁 的確是比上一代的207 輕了一百多公斤 所以呢 除了車輕以外啊 我在想說 跟他的調教有沒有關係啊 我跟你講 他這個我覺得最最棒的一個 就是方向盤 縮小版 以前為什麼改車都要改賽車方向盤 不是因為賽車方向盤 看起來比較屌 而是賽車方向盤 通常 直徑都會比較小一點 小一點 那你直徑小的時候力距變大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你輪子的位置在哪裡 喔 就是所謂的路桿 所以路桿不是單純的什麼底盤 軸距啊 有的沒有的 湊起來的 路桿喔 包含最直接的就是這個 HANDORU 它這個是電子式的方向盤對不對 嗯 所以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你時速在10到30 之間的時候啊 方向盤會自動幫你 規復到 中間的位置 你看喔 像我們時速10到30 我現在爽玩對不對 對 好 錯誤示範 我放開 它會自動規復到中間有沒有 有 它不管你怎麼彎你看 它自動會把你盯到中間 這樣我彎 你看回來有沒有 真的耶 回來有沒有 這自動的喔 嗯 很神奇 像我不知道這樣幹嘛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轉彎它不是自動你回復到直路 它就會打直了嗎 對啊 你看像我現在在轉彎 然後用它又幫我打直 啊我想要轉彎它放它又把它打直 啊這正常的不是就這樣嗎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有這個功能 我剛剛還在想 欸這不是一般車都好像有 沒有沒有沒有 它這刻意的 一般車是跟著你輪子的方向控制的 但它這是刻意的 是喔 刻意的幫你拉直 那時候喔 207剛出的時候啊 嗯 我一直在想說 媽的啊 怎麼會二字頭 坐這麼長 現在車子就這樣 越坐越大台 體積越坐越大 現在三系列嗎 跟以前的五系列差不多大 當是207出來 那個軸距突破四米 我想說 看那時候我們的記憶當中 對不對 205 206 是要他媽小小短軸距好開 結果他媽弄一個四米多 莫名其妙 你知道那時候207出來的時候 他的207的車長啊 嗯 媽的比之前的306還要長 那就莫名其妙嘛 這樣是對的嘛 就跟迷你 越坐越大台一樣 對啊 奇怪啊對不對 我跟你講 小方看板真的很棒 嗯 它這個會有一種那種 指向性 你看好像左右晃 你有沒有覺得車子晃 這個叫靈活 我跟你講一般的一些 比較不講求超空心的車子 嗯 你這樣子輕輕的左右 像這種程度的左右晃 車子是不會動 它不會動 對 可是這個真的方法是非常靈敏的 所以一般的話 我又教大家一招了嘛 對不對 人人可以當車評 今天一台車丟給你試對不對 大家要試路感啊 試說有沒有操控感 很簡單 你就像我這樣 輕輕的左右晃 那你感受你車子有沒有在晃動 如果你這樣晃有沒有 車子沒有左右晃 這個 路感不明確 那你如果像這個 稍微動一下它就晃一下的話 我就哇 這個 指哪裡打哪裡 轉向超靈活 超級有操控感的 有沒有 真的 對 車評就這樣當好不好 看小市場知識 三秒教你如何成為一個車評 車評 你不用特別會開車啦 我跟你講啦 車評也沒有全部都會開車的啦 我媽的我每一集都在賣地雷 哈哈哈哈哈哈 這這這 人家抓一隻 現在又說 沒有車評沒有每個人會開的 那是誰不會開 誰 是誰 我剛剛在想的是誰 我我 我不是車評 我連車評都不是 好不好我是搞笑藝人 搞笑型YouTuber 對 好不好 那通常我們在測一台車 耗不耗油啊 我的習慣性是 我會把速度維持 橫速定速在100 然後再去觀察你的轉速有多少 好我現在維持在97這樣好了 它超速 2600轉左右 2700轉 好它100的時候大概2700轉 這怎麼可能使車跑20公里啦 一般1600cc的車 這在1600的嗎 一般1600cc的車應該是要在3000轉左右是正常的 但是現在的車齁 其實1600都已經不到3000轉 2000多吧 那是現代的車 而且你要看CC數啊 我說的是1600喔 你如果2000cc要更低 2000cc如果以 像你那個車應該要在2500左右 那你那個車在高速就會比較省油 對因為你維持在100的時候 在尋 航 那時候齁 它的轉速沒那麼高 所以它這個車 我目前看起來 100公里 2700轉左右 應該是會比以往的 傳統的1600cc的車 更省油 一點點而已 不會到20 怎麼可能到20啊 對啊我媽不太相信 喔對喔剛剛講到那個換賽車方向盤對不對 對啊 但是現在賽車方向盤比較不流行換的啦 因為賽車方向盤你換就沒有氣囊 那以前是因為像我們在玩 Rancer玩西妹那個年代 對啊 原本就沒氣囊 然後本來就沒有 横數都是屎對不對 沒有差 換賽車方向盤沒差 所以就直接換掉 沒有第二句話 反而那時候不換什麼 落產 啊你現在換賽車方向盤你落產 然後所以大家現在的改裝都會講求什麼 比如說你標誌的車 假設你是盤進比較大的標誌的車 那就會去找同款的精神指標 GTI的方向盤 或者是其他款盤進比較小 但是同廠牌的原廠方向盤 對接上去就好 那還有氣囊的功能 那你如果像一些Golf有沒有 沒有GTI的 你想要換好握一點的方向盤 盤進小一點的方向盤 好你就換GolfGTI去找GolfGTI 為了上方向盤 嗯 回來換上去 那你也可以獲得相當的感覺 對啊 好依此類推 所以現在的改裝 就已經不像以前一樣 都是拿那個賽車方向盤改裝的 喔以前很多 Sparko Momo 什麼土拉底 還是什麼什麼底桿啊 我真的媽太久沒有改方向盤 真的忘記 那這台車我覺得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做 好快撥喔 好快撥喔 那當初如果是柴油管的話 就有這個 其實當初這個2012年推出的時候啊 在國外還有1.0三缸的 很早吧 很早欸 算很早用三缸的了 嗯 PSA集團當初有一個三缸的1.0的引擎 但是台灣沒有引進 所以我看它這個整個齁 我去比對它的整個馬力數據引擎的數據啊 電路箱數據 基本上都跟前一代的207是一樣的啦 嗯 所以你說車子變輕一點 省油一點點我覺得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真的這個車喔 我開起來喔 這個方向盤真的加分很多 然後在 我現在單純跟它前一代207比啦 嗯 好不好 那一些那種像前面那種 狗不拉屎的那種就不用講了 那沒什麼好比的 那基本上是不同類型的東西 因為一台新車要賣到八十幾萬耶 到底是他媽的 那個代理商太黑還是 關稅太貴還是 台灣人 對 所以買這個車的人喔 自己就會有一種 莫名的優越感 我是保濕 保證會是 保證會是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不過這個當初是這樣喔 你如果今天你要買一個小車喔 這個當初在歐洲的撞機測試是五個新人 他分數最低的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行人 啊撞行人如果致死率喔 低於60%以下 你就拿不到五顆新 嗯 我記得這檔70%左右 致死率低於60% 啊不 那個 存活率啊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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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邊鏡 有沒有6顆 這個比起當初的207還多了一個 循跡防滑系統 但是喔 還是不得不暫屈 前脈花城 後扭力量拖一臂 它這叫半拖一臂 因為它附了扭力量 這個底盤已經擁了800年 但是還是依然都這麼棒 我跟你講這又是另外一個 會開車的就是拖一臂站 出彎的時候屁股還會帶一點滑動 比較不會講話的有沒有 這車感覺爛 會打滑 所以同樣的一件事情 你怎麼敘述 用不一樣的方式就有不一樣的結果 上3啦 好 我現在看它這個 它這個變速箱目前 我不知道是因為前車主的 開車習慣的關係 它這台車 它目前我爬山的感覺是 它比較偏向在舒適性 它的轉速維持在一個 相對比較舒服的轉速 我覺得這個跟207的調教 就有點不一樣 當初我試207的時候 它的這個變速箱的調教 會屬於是比較高轉速的調教 總車就是要來這種地方 山貓你知道嗎 不是 這試試齁 哈哈哈哈哈哈 這殺藥喔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 避震器的支撐性 比207稍微軟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是車重的關係啦 因為它車變輕了嘛 所以說 如果用207的避震器的主尼設定 來用在208上面 可能會顯得太硬了 車的彈跳會太大 因為車太輕了 所以我覺得它有把避震器的設定 稍微再調軟一點 我想要觀察一下它下山的邏輯 因為像我們之前試一些 福斯DSG的系統嘛 它的下山邏輯都是 轉速Hold得很高有沒有 然後引擎聲就很大聲嘛 因為轉速很高 可是這還沒有耶 它竟然給我到四檔了 你看它現在的下山的那個引擎 是控制在很安靜的一個轉速 大概還不到2000轉喔 1700轉而已 所以它這個是舒服的喔 它就不會像那種 過分的幫你擋殺的那種狀況 而且我油門現在再加下去 它還是一樣在三檔幫我做加速 它並不會降到二檔 蠻厲害的耶 它把這個車完全的 改成這個舒適的取向 但是我油門加下去的時候 它還是應該有的力道還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整個開起來啊 它的變速箱的換檔銜接 比207舒服很多 那206更不用說了 206怕第一彈最難開的 那207還是有一點頓挫 但是雖然改善很多了 但是到了208 這個變速箱開起來 已經可以讓我撐得上舒服了 208是真的讓我有一點 驚豔 雖然大家已經知道我們顧多少錢 我還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車我也還沒有賣過啦 那我是依照這個推測啦 你現在2012年左右的Fiesta 網路上在賣應該會在25萬到30萬左右 那這個Yaris來講 2012的Yaris網路上也差不多是在25左右 因為12還是舊款的Yaris 嗯 然後比如說Coplus好了 Coplus在2012年市面上大概20萬左右 20出頭萬 依這個下面下去評估 我們剛剛講Coplus也好 這個Yaris也好 Fiesta也好 當初新車的價格都比它便宜很多 可是我 雖然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真的賣太貴 雖然它配備很好 然後底款很好 安全係數很高 可是 以那個年代 2012的時候你花80萬買台這個車 有錢人才幹得出這種事情 那時候罵喜美巴大才70幾萬 所以當初會買這個車 我覺得有愛或是真的有錢的人 欸 常常有人這樣講啊 啊 小絲喔 介紹那種車我沒錢買 我跟你講你不是沒錢買 你是買不下去 對 你只是買不下去而已 它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對不對 那妹妹在抖內多少你也抖下去 沒有 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嘛 對於車這個部分 你不想花那麼多錢 其實就這樣而已 對啊 所以沒什麼了不起的嘛 我們只是把所有的家當拿去買車而已啊 嗯 對不對 啊有人是喜歡買錶嘛 對不對 你想說幹 那一台一個手錶幾十萬 它掛在手上 都不怕手被剁掉 所以沒有啊 那是價值觀嘛 你開一台麥拉輪跑車 你也不會在賽車場上得第一名嘛 是不會啊 對不對 你也不會在高速公路開 開到三百多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就是 它的價值感 就是覺得 我願意花這些錢 在這個東西上面 對 那至於它享受到什麼 我們要得到什麼 我們不曉得 我們不清楚 好啊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這樣好不好 好啦 那不管怎麼看啊 這個車我們回來賣 應該怎麼賣都要比 我剛剛講的 Fiesta Corpus Yaris 應該隨便賣都要比他們貴吧 FIT 那些不用講 好 我覺得可能可以賣跟FIT 差不多吧 FIT生車啊 那搞不好可以跟SWIFT差不多 反正我覺得這個車回來 應該是賣三十萬左右啦 好不好 那新車貴那麼多 阿回來我們整理一下 就賺那個 也是賺那一點錢 搞定啦 不過喔 我們主要 如果賣不掉 反正這個就是我們 排片的預算嘛 苦啊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好不好 這期老師推車在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拜託支持一下 做更多這個影片 我最近都沒有 不太想 沒有靈感做老師推車 你知道嗎 什麼 你不覺得老師推車很久沒做了嗎 沒有靈感 沒有心情 心情不好 他一直被泰山影響 感是我的問題 看 泰山發生人的影響嗎 沒有 你可不可以歡樂一點 我很歡樂 這已經是我最歡樂的事 我要幫你報名那個康輻射酒果團 不要喔 拜託欸 他要唱 別管 以後將如何結束 我怎麼聽起來好像很難過的樣子 欸不是很歡樂嗎 不然酒果打得上什麼 我不知道 我的印象只有 團康 然後 騙妹妹什麼 幹你真的有參加過 我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以前大學會參加康輻射 就是他想說康輻射女生比較多 對啊 結果後來媽發現 都沒有 就算有也不是你的 對啊 乾你屁事喔 好啦下次見啦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 拜託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他上次來Google的時候我本來不太想買 不是因為 凡事總有第一次 對我們沒有這種實驗精神 試一下怎麼跟觀眾朋友分享 老師聽人家在網路上嘴炮 喜歡這個車說這車很棒 不喜歡這個車說這車媽爛死了 我們他媽聽那些人在那邊嘴 我們永遠沒開過永遠不知道 就像我們也是買他自己也回來試了 對不對我們不能只是想要嘴人家 都嘴人家嘛對不對 聽說同樣那台還沒賣掉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那S5聽說還沒賣掉 多久了啦一年了沒 還沒啦我都還沒來一年哪有一年 菜皮疤 等一下問泰山泰山你的專長是什麼 把氧氣變成氧化碳 我還可以幫他加一點氧化碳 看人家放屁喔 它們會變成氧化碳 太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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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年了